成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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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具魂道炮 史莱克学院魂道系 居然研发出了魂道士单兵最强攻击武器 驱动抄具魂道炮 需要吸收一名魂王全部昏连 增填学院可不会给他充能的时间 他的剑是魂环凝聚的 再等四剑 我们能赢 搞得漂亮 那就先解决你 小小 不要管我 抓紧技能 快呀 果然不出你所料 我没失 看你能扛多脚 破局室 不知中心 魔弦剑 顶知战斗 小小 第二剑 三生正魂灵挡不下来的 二师兄强行提升魂力 将超剧魂挡号的训练时间缩到了一半 有意思 不要还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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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混蛋 笋子连住 不好 救我 救我 结果怎么样了 你 二师兄的暴击之力完全碾压对手 但前面过快蓄力 导致身体超出了承受极限 太可惜了 好险 圣者 正天血月 圣者 二师兄 二师兄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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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大哥 对不起 我没保护好你 傻丫头 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 我发誓 以后 再一步让你受到伤害 再输 菜头 小小 你们做得非常好 我们绝不会让你们的付出白费 羽浩 王东 贝贝 准备出战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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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天血月 少魂残 好了 正天血月 燕儿 正天血月 夜无情 领教各位高招 陛下 您找我 你是我兴罗帝国 护国斗罗 帮我看看这孩子的底细 是 陛下 大师兄 灵魂冲击 小心 好险 他的黄金烟雾魂 凝聚着庞大且不稳定的魂力 一出即爆 先解决辅助魂事 上 凝聚的战士 住 是残影 没错 魂道麻痹射线 要量 宇昊用魂道麻痹射线 成功麻痹了叶无情 并得用叶无情的黄金叶 重创伤棺材 这是麻痹魂道射线 身体便失魂了 混蛋 我们的目标 一开始就是你 叶无情 队长 我帮你等一阵 你尽快回复 琴月流花 一平万军 冰地找 火焰球龙 快点脱离了龙 就算淘汰 我要带走你们 休想 正天学院燕尔 出局 宇昊 你魂力消耗太大 快使我奶瓶 你是史莱克队长 那就先解决你 很好 你们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 黄金叶之武 一片黄金叶的爆炸威力就够强了 就半天黄金叶 叶无情 作为三位魂王里的最强魂王 实力真的非常强悍 背叹他们要撑不住了 寻常的技能已经无法允致抗航 必须激发我的极限 黄金圣龙 黄金圣龙 蓝殿霸王龙已经是顶级兽的魂 而黄金圣龙比这血脉更为精准 龙是魂兽十足 黄金圣龙这一身龙银 让在场所有兽魂时的武魂 都忍不住要俯首成臣 是莱克学院创始人 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 才能使出的黄金圣龙 而贝贝一人就能实现 这孩子的天赋 无与伦比 霸王 黎君 来吧 你能扛着我等级更高的黄金蜂蜴也算不容易了 但除此之外 你还是无法获生的 是吗 不用管我 臣现在跟着他 醉参俊的妖灵 黄金之路 圣灵 不是靠我一人 打开 他的胸围太高 黄金正路封不住他 叶无情毕竟是最强魂王 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羽昊 你的魂力都快透支了 不能辜负 大师兄的付出 羽昊 你胸围不够 强行动用那招 对你的伤害非常大 这场胜利 我们必须守住 这股气息 不对 这不是人类该有的气息 凶手 这是凶兽的气息 选玉手 你魂力不足 伤不到我 凭黄 军弩 狼蛋 你伤不到你 但是可以让你平常失败 羽昊 此子不能留 霍羽昊叶无情调出比赛台 出局 这是 施兰克赢了 我宣布 本场比赛获胜者是 龙龚 小心 最终还是要我来终结比赛呀 想体面的话 就自己下台 刚刚的五魂融合计 也耗尽你的魂力了吧 你现在什么魂技都使不出来了 是我们大爷 谁告诉你 没有魂技 就不能欺败你的 那是 天下第一气武魂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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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你做什么 我 你要 这里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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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 好煎動 好煙 好煎 他案子調查過了 史萊克那邊 只有貝貝、徐三十、江南那三人 是原本今年會生入內院的核心弟子 至於那個叫霍宇浩的少年 除名字外,一無所知 他會不會真的是有六個十萬年魂環的魂帝啊 絕無這種可能 今天比賽上他一招破解冰霜龍卷 也讓我一度懷疑他的修為 咱仔細想想 就算真的魂帝 也不能直接控制對方魂記 所以只有一種可能 霍宇浩的武魂也是兵屬性 且品階更高 思路對了 洞察力差了些 天陵學院第一發千金矛打出的時候 霍宇浩對神策射出了一道光束 那道光束讓神策的攻擊遲滯了一瞬 本可能是一招精神屬性的攻擊 您的意思是 雙生五魂 霍宇浩的年紀不大 修為最多是四環魂宗 以他雙生五魂的天賦來說 確實也算優秀 可惜年歲太小 實力終究不能跟我們孝弘成比 馬老您的意思是 如果年齡相當 我就不是他的對手了 你說呢 就算他是雙生五魂 可我也是魂師魂導師雙修 在同樣年齡的情況下 他的魂力未必能修煉到我這種程度 很好 我們要的就是這份自信 上屆大賽上 白虎公爵的長子戴耀衡 曾作為預備隊員出戰 這一屆卻沒有露臉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本屆大賽 史萊克因為某些原因 只能派預備隊出戰 我們日月皇家魂導師學院 被史萊克壓制了三千年 這一屆 我們的機會來了 日月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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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史萊克真的只有預備隊員在 那他們怕是連下一輪正天學院這關都過不了 原來如此 周老師 您的意思是 下場比賽一開始 我就用玄冥置換 與正天學院隊長葉無情 互換位置 好 剩下六人圍攻葉無情 將其擊倒 而在此期間 我也會陷入正天學院六名隊員的圍 就是用我方最強防禦 換取集中火力 解決對方綜合素質最強的選手 只要你能堅持到葉無情被淘汰 史萊克 就能獲得多打少的人數優勢 以徐學長的防禦力來說 扛下他們六人合擊 也不是不可能 但這個戰術實施的前提 是我們要抽到團戰 不錯 一旦抽到個人賽 或者二二三戰法 就很不妙了 嗯 如果對陣正天學院的比賽 我們能夠晉級 正選隊員們 就能陸續歸隊了 今天的比賽雙方是 正天學院 對陣史萊克學院 好 雙方隊長 上次還抽籤 大師兄抽籤的結果 將決定周老師的戰術 能否順利實施 嗯 哪一個是葉無情 哇 好帥啊 每個正天學院的隊長 都外貌 簡直屁面亡東啊 你給我走人點 芮芮 葉無情 五魂黃金葉 五十八級強攻系戰魂式 上屆大賽 他就已經 作為正選隊員出場了 請雙方同時按下賽制抽籤按鈕 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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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庫學院 對正天學院 二二三戰法 二二三 這是賽前分析中 對我們最不利的一種出現結果 正天學院最大優勢 就是擁有三位魂王 他們必定會在每個回合裡 都派出一位魂王作陣 以各個擊破的戰術 在三個回合裡 行出對史萊克的絕對壓制 沒抽到團戰 我們是不是要輸了 孩子們 我知道這可能對你們過於苛刻 但作為帶隊老師 我不甘心就算放棄 我就說嘛 以周老師的性格 怎麼會輕易認輸 不錯 無戰而逃 我們就不配是史萊克學院的一員 周老師 我們願意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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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都是好樣的 聽我安排 第一戰 徐三十 江南南 你們出戰 好耶 周老師 之前不是說過 徐學長跟大師兄聯手 才能爆發最強戰力嗎 如果對面只有一個魂王 我們可以這樣安排戰術 但對方有三名魂王 就必須做出調整的 除了隊長葉無情 與孟迪 五十三級強攻系戰魂師 唐霄淚 五十二級強攻系氣魂師 二二三之戰 這兩人不會出現在同一隊伍中 這樣做無論輸贏 都少了一張底牌 有請第一場比賽 雙方選手登場 如果我是正天學院領隊 一定會派實力排第二的余孟迪 出戰第一場 既先聲奪人 又保留了足夠的底牌 周老師 你預料得真準 正天學院 宇孟迪 楊伊凡 是來客學院 徐三十 他是江南南 那個楊伊凡 應該是閩宮系魂師 比賽時 會協助宇孟迪發起攻擊 周老師 您這麼篤定 對面會讓宇孟迪來當主攻手 當然 因為他擁有當時最頂級的誤會 比賽 開始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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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武魂 雙翼天使 是頂級獸武魂 先天滿魂力二十級 素以超強攻擊力著稱 萬年前 震撼整座大陸的那場戰爭中 海神唐三所面對的兩大神奇之一 就是天使神千刃血 神聖雙劍 神聖雙劍 聖鑰石 神聖雙劍 劍王 玄冥智慧 怎麼料到你會有這招 這招對楊伊凡沒用的 這傢伙的速度 連我這個魂王都自嘆不如 小心 對著 他們真正的目標是江南南 這速度好恐怖 你的對手是我 楠楠 先擔心你自己吧 煩死了 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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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師 您知道 普通玄冥龜 品質上是比不上 藍典霸王龍的 他既然跟你並稱 外院雙子星 武魂肯定不普通 我在古蹟上了解過 玄冥龜武魂 似乎通過某種遺失 可以覺醒 我們七個人裡面 如果說有人的武魂 能夠和小師弟的 極致武魂相比 那就是三十了 不過他的武魂 處於封印狀態 沒有足夠強的刺激 無法突破封印 剛剛為了救他們 暫時突破了封印 大師兄 徐學長這武魂 究竟是什麼 封印 哥 難道他已是 沒錯 能夠與我媲美的 神獸血脈 神獸玄武 為什麼為了救南南景 徐學長能突破封印啊 這也是一段孽緣 似乎三十玄武血脈 覺醒的儀式 跟南南有關 小心 證明玄冥龜魂師 爆發出的戰鬥力 確實強悍 但與夢迪 可是擁有天使武魂的魂 即是一疑二的神卻在握 다면 封印 死 有天使佛 情弒 余孟迪的魂力 暴涨了一倍 你还好吗 还好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吗 天使 他要发出最强一击了 暖暖 抱歉 这一招 我只能抵挡三秒 够了 玄冥阵 玄冥阵阵 玄冥之力 熊环 徐三世这一击的威力 也达到万年魂迹的级别 封寻斩 是现在 楠楠 是你 无敌惊身 怎么会 三秒的无敌惊身 足以让江南们惊身施战游记了 妖公 我们 绝了 二二三之战 第一战 胜者 始埋克血运 三十来自一个拥有神兽血脉的影视踪运 可惜他现在不是通过仪式觉醒 而是因强烈的情绪波动 暂时突破风影 觉醒是暂时的 而且要很长时间回复 下一场循环赛肯定不能出战 奶奶 你先送三十回去休息 徐学长好像伤得很重 第一场 我们赢了 还淘汰了对方实力第二的魂王 占据比赛主动权 菜头 萧萧 第二场你们两个杀 嗯 有请第二场比赛双方前手登场 正天学院 杭肖泪 血狼 史莱克血院 何菜头 萧萧 他们把最强的 留到了最后 比赛 开始 花完 漂亮 蜂蜜 哦 哦 啊 好啊 啊 嗯 啊 嗯 嗯 嗯 哎 啊 哎呀 啊 漂亮啊 那 соверш 嗯 嗯? 那個蕭蕭 上場比賽還是六環魂帝? 恐怕霍與浩的六個十萬年魂環也有問題 嗯 去把護國斗羅陳剛叫來 是 正前水源派出的選手總關等級 實力完全燃壓史萊克的兩名選手 史萊克有什麼力氣出戰? 哼,你還氣嗎? 快 無盡 朝娶魂道砲 史萊克學院魂道器居然研發出了魂道士單兵最強攻擊武器 我们同组之后的循环赛上 有两名五环魂王在交手 五环王 五十多级魂王作证 那其他队员很有可能都是四十级以上魂作 而我们这边修为最高的 也只是一个四十三级魂作 无所谓吧 再过几场比赛小岛姐他们归队 我们不仅有魂王甚至有六环魂帝 把你的无所谓吞回去 学长们回来之前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住学院的尊严 贝贝 你难道想 是不是太早了 这一阶的比赛还不是我们的舞台 羽昊他们才是下一季的核心 我们过早暴露并不重要 暴露 等等 大师兄 你的意思是说 你和三师学长很有隐藏实力 你们以为我们外院双子星浪得虚名 在今天的比赛中 你发挥了几成实力 三四成吧 事实上 我和贝贝配合 才能发挥出最强实力 就算面对修为一般的魂帝 也未尝不可一战 太好了 那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小桃姐他们的回归 但是只有大师兄和三师学长两个突破点还不够 我 王东 萧萧三人 始终是快短板 这种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老带上我 作为魂师 你们怎么看待魂道气 唐门游圣准帅的诱因 投机取巧的道具 鬼 不熟 不喜欢 也许 在我们团队中 能够弥补我 王东和萧萧三人的短板 这届大赛 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纯粹的魂师正在变少 魂道师与魂师的结合愈加紧密 几乎所有的参赛队员 都配备了魂道气 他们忘了魂师的荣光 魂师的战斗应该是纯粹的 自己修炼出来的能力才最可靠 魂道气 这种就是外物 这也是史莱克学院多数高层的想法 但你们想想 在明斗山脉 那群邪魂师引起的爆炸中 如果我们都配备了防御魂道气 结果会怎么样 那个魂道元素炸弹虽然爆炸突然 但威力是破不了留起防御魂道气的 如果学长们配备了防御魂道气的话 杨昊勋学长就不会牺牲了 虽说我们现在实力不够 需要配备魂道气 但修炼到一定程度 魂道气的作用就很鸡肋了吧 如果以自身修炼为主 魂道气为辅 岂不是更强大 如今 就算像玄老那样的九十八级风号斗罗 也不敢说傲视整座大陆 毕竟日月帝国那边几位九级魂道士 一直是危险 更何况 还有传说级的十级魂道士 此外 随着人类对魂兽生存空间的不断压斩 魂魂也许会成为奢侈品 届时 魂道气就是人类强大的根本所在 唯有接受 我们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这次的竞派资金为学院提供 王东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对魂道气有抵触 不用劝我 我自己回去想想 你们去吧 王东自幼生活在那么一个影视宗门 对魂道气有抵触也很正常 影视宗门 奇怪 王东好像从没说过自己家的任何事情 欢迎来到星光拍卖场 星光拍卖场 是新罗帝国最大的拍卖场 今晚是魂道气专场 各位贵宾 晚上好 我是星光拍卖场的拍卖师清雅 今晚的拍卖将由我主持 今晚的拍品 有三到六级魂道气 适合魂王五下修为的魂师 魂道师 三至六级魂道气 简直是为斗魂大赛量身定制的 难道拍卖背后 是星罗帝国的推手 现在展示的是第一件拍品 我们的一号拍品是一件三级远程魂道气 魂道麻痹射线 出自一位六级魂道师之手 核心法阵经过改良 攻击附带麻痹效果 经试验 这件魂道麻痹射线 作用在没有防备的强攻性五环魂王身上 大约能力吃麻痹一秒 能够短时间麻痹一位魂王 这魂道麻痹射线的价值 确实远超一般三级魂道气了 起拍价 一千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十金魂币 紧拍开始 一千三百金魂币 一千八百金魂币 两千五百金魂币 166号贵宾出价两千五百金魂币 还有加的吗 两千五百一次 两千五百两次 两千五百三次 成交 你们谁来用这级魂道气 以我们的修为 配备三级魂道气意义不大 给萧萧吧 萧萧的魂力已经到了二十九级 随时可能突破 三级魂道气 交给三魂魂币 操作起来更方便 还是给班长吧 班长兼修魂道气 能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收下吧 于昊 这次竞拍的魂道气有很多 你们每人都有份 请看下一件拍品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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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是今晚的倒数第二件拍瓶 这件拍瓶有一个好玩的名字 叫做奶瓶 奶瓶只是俗称 正确命名是充能魂道气 作用是补充魂力 多少级别的奶瓶 能补充相应级别魂师等量的魂力 而这是一件四级奶瓶 起拍价六千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百金魂币 一万金魂币 两万 两万一千 两万五千 两万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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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一千金魂币 三次 成交 成交 接下来是今晚最后一件拍品 它的价格十分高昂 但我相信 真正懂它的人 都会觉得物有所值 雨桃 你怎么了 好风坠的感觉 是磕刀 什么是磕刀呀 制作昏道器 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明刻核心法阵 这需要用到专门的磕刀 越是高级别的混导器 制作起来越需要高等级的磕刀 在座贵宾中如有混导师在 相信对猎榜磕刀这四个字不会陌生 所谓猎榜磕刀 就是在全大陆磕刀排行榜上 排名前一百的磕刀 每一柄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 整个史莱克学院 也只有两柄猎榜磕刀 分别在混导院先灵二院长和番羽手中 还在等什么 开始静胎吧 这位贵宾请稍安勿躁 这件猎榜磕刀虽然珍贵 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容我说明 致命问题 在磕刀排行榜中 它排在第九十九位 但以它的实际能力 排进前三十都不成问题 之所以排名低下 是因为这是一柄受诅咒的磕刀 难道是那柄会反噬主人的凶刀施灵 不错 这柄磕刀正是有着凶刀之称的施灵磕刀 它诞生于三千年前的日月帝国 一名精彩绝艳的九级混岛尸首中 诞生一时 几位主人招来凶灾 令其陨落于一场恶战 此后历经三十七位主人 这三十七人 无一例外 全部惨死 生灵之鸡 我听老师讲过雄刀施灵的故事 它的诅咒之名绝不是谣传 即使它是猎榜磕刀 我们也不能要 起拍价十万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千金魂币 锦派开始 十万 十万 这位贵宾出价十万金魂币 还有没有贵宾出价呢 玉昊 你 赵老师 大师兄 我有办法消除这把磕刀的诅咒 拍下来吧 十万一次 去一下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今天大家的收获不错 不知道王冬怎么样了 王冬 你今天这是 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是听大家说起浑倒气的时候 心里就莫名的烦躁 在我脑海中 似乎还有另一个意识 在排斥浑倒气 另一个意识 难道王冬的精神之海里 也有别的存在 王冬 你信得过我吗 我是精神系魂师 如果你脑中真的有另一个意识 我可以进入你的精神之海 一探究竟 我相信你 好 那你闭上眼睛 不要抵抗我的精神力 进入你体内 那是什么 雨昊快跑 雨昊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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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影只被触发了一瞬间 雨昊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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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过冬夜被处罚也是一件大事 我们得多派几个宗门弟子 安住保护小斗 不错 不只是小斗 替他守护这个毅历万年的古老宗门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循环在第一轮 我们的对手是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 魂导师学院 近几年 新罗帝国魂导器技术发展很快 其中 云罗学院的表现最为亮眼 循环赛有三种比赛方式 分别是团战 一对一个人战 和二二三之战 比赛当天抽签决定 团战的规则你们清楚 一对一个人战 是双方各派一名队员进行一对一斗混 败者派出下一名队员 直至一方七名队员全部战败 那如果出战的那个人够强的话 岂不是可以用一己之力 好带对方一对 如果你做得到 当然可以 二三之战又是什么 就是两场二对二 和一场三对三斗会 也是对我们最理想的比赛方式 因为前两场比赛获胜的话 第三场就不必再打 就能隐藏你们的真实实力 请双方队长 上台上前 是来客学院对云罗学院 以一对一个人战形式进行 请双方看出第一名队员上台 徐三时 我给你这个机会 第一场 你说 看我的 我 我 我 叫马英俊 请学长 手下留情 你要我用镜吗 没有 绝对没有 好 那我待会下手轻点 比赛 开始 怎么才四环啊 那个六个十万年环环的会胖呢 他怎么不胜 你跑什么 这个家伙又要使坏了 什么情况 徐三时选手竟然跑向了场外 马英俊 愣着干嘛 他开枪啊 什么情况 掉落场外会被判为失败 玄冥指唤 警察 虚伤 无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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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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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这家伙的第四魂技叫做玄名置换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瞬间切换自己和对手之间的位置 这本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技能 可这家伙用起来 却往往令人无疑 虽然获胜 但是其中许巧成分居多 史莱克还需要展现真正的实力才行 战时温暴 史莱克那个四魂魂师 应该只是预备队员 几乎没有消耗魂力 就轻易淘汰了对方 史莱克果然人才辈出 队长 我是不是上当了 废话 云罗学院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上约 你上 是 美女 你跟着你 月炮 看好了 对方使用的就是近战红带起 近战红带起 我们将强弓系魂师的近战能力大幅提升 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 就是拉开距离 一拟进山 近战红带起 不行了不行了 我撑不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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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末 对 大家 团票 愚一 手了 你 美女 没事吧 我赢了 下一场吧 个人赛第二场 史莱克学院生 史莱克学院生 史莱克林 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 队长司徒宇 史莱克学院 徐三十 我知道你真正的实力 绝非先前表现出来的那样 作为云罗学院的队长 我希望能有一场 堂堂正正的比赛 有你所愿 小师弟 看 这就是我们魂导师之中 攻击防御都最为强悍的 堡垒战法 也叫炮台战法 以魂导铠甲保护自身 魂导武器遍布全身 服役治疗型魂导器 和魂力恢复法阵 能够令魂导师 短时间内流失防御 魂力持续全功率输出攻击 期划以下 统接魂师 几乎不可能抗衡魂导炮台 好强的防御力 本蛋 队长刚才的攻击 比我的魂导双刀强悍多了 他都能防御 却故意在我面前示弱 火力扯开 那枚大扇子是他的武魂 黑武魂发动魂技锁定 配合魂导追踪弹 目的是攻击三十学长 无宝能力的背后 这一回看你怎么打 好快 他真的是防御系魂师吗 四极军力轰到他 四极军力轰到他 这家伙不会又顾及重施吧 炮台战法最强的一点就是不动如山 你那个幻位技能对我无效 这就是我给你的堂堂正正的比赛 来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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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学长 好强 她的魂力等级比我还高一级 我们欺人之中真要比修为 她才是第一 我输了 心服口服 胜于个人赛 云罗学院全部认输 云罗学院积全 史莱克学院寻三十获胜 并获得个人赛 胜于全不可败 积全 积全 云罗学院积全了 一川七 一川七啊 史莱克那个属三十 相当于一川七啊 我真是小看史莱克了 那个四番红尸 虽然没有之前 那个六枚十万年红环的少年经验 却实现了一川七的壮举 一川七一川七下什么 启一川七啊 启一川七啊 哥 你想什么呢 换我们上去 也可以一城七的 哎 史莱克就是史莱克 从第一战到第二战 我的信心受到了打击 你少來 你會受打擊 你的信心從來就為從減少過 那可不一定 畢竟上一場 史萊克可是出了個六枚十萬年魂環的妖命 六枚十萬年魂環 你信嗎 當然不行 史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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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賽第一輪 我們無傷過關了 你們先回酒店 抓緊修練 莊老師 我們不留下來觀察其他隊伍的比賽情況嗎 是啊 至少要看看日月皇家魂導師學院的比賽吧 觀察對手 得我一個人就足夠了 你們要保留神秘感 避免被其他隊伍看透 周老师有事瞒着我们 对 我觉得他故意不让我们看后续的比赛 那是 有我一川七的壮举在前 后面的比赛分分没看透 不 我觉得他是担心 担心看到后面的比赛 会影响我们的心态 周老师不让看 我们也自有办法 组装完成望远同导器 现在发挥你的灵谋技能 探测敌情 紫禁魔头呢 见神探测 那是 羽浩 你看到什么了 全武还魂王战队 全武还魂王 外面可是有几十万观众啊 要是用监控证就输了 大家不要慌 被期待是我们的荣幸 上节大赛 我们也面临过同样的局面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的对手 与我们紧张和惊慌十倍 因为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 室国还本来是什么 或许他 羽浩 上台后 你负责指挥战斗 其他人 要按照他的精神探测 共享调动 羽浩 如果可能 好好利用你的第二魂器 第二魂器 双方的人 进场 好 去吧 拿出你們的勇氣 史萊克必勝 史萊克必勝 走 史萊克 史萊克 史萊特 史 suchick 史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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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订賽雙方 史萊克學院代表隊 天靈勾集魂师學院代表隊 史萊克學院這是要幹什麼 他們怎麼沒有排出主義 有妹 代號的兒子在裡面嗎 這麼年輕 他們是喜萊克的正選隊員嗎 快看 這不是喜萊克學院預備隊嗎 節目戰只派預備隊出場 會面太瞧不起人了吧 這可是淘汰賽 這是喜萊克的光輝 唐人的榮耀 這一仗我們不但要贏 而且要贏得漂亮 要拿出屬於我們喜萊克學院的光輝 羽浩 白頭你了 稍後大家聽我安排站位 第一輪淘汰賽 團戰 天靈學院 對陣 史萊克學院 比賽開始 列陣 經典的三二一陣型 攻防兼備 看來天靈高級魂石學院 並不打算束手待斃 你這是什麼陣型 事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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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瞧不起人了 大家 開武魂 十万年红环 两个十万年红环 三个十万年红环 怎么回事 这就受不了了 还没完呢 四个怎么可能 这 车 五个 五个啦 快看 五个啦 六个 六个十万年红环 六个十万年红环 这是何等的妖孽 防御战强 等的就是你的巨龙刀一起 漫才好像他们即将 尼泰者凭人 请不要 不管你看 为什么 你怎么回事 - 我还是不知道 比赛结束了 宋长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请进去 我来自史莱克学院 也来自 长男子 出手太狠了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 他们没人能活着走下比赛台 其他队的比赛 还要不要看 没兴趣 救命啊 谁来救命啊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怎么第一枪就遇到史莱克 他俩的婚礼都严重透支 需要好好休养 总之 这场揭幕战算是安全上岸了 小师弟的战术很成功 先用模拟出的六枚十万年魂环震慑对手 一举即破 这次的武魂融合计 比之前几次都要强 宇昊和王东 应该是将武魂融合到了极致 所以施展黄金之路后 才会这么虚弱 谢谢你们 为我们的付出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争取每一场比赛的胜利 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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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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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也是个出色的食物系魂石 让大家看看你的能力吧 我的能力并不突出 你们看 好可爱的帮帮塔 我的第一魂技能将精神力提升百分之十 第二魂技则是力量提升 第三魂技是防御增幅 第四是魂力增幅 增幅效果为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好强烈的精神力增幅 我感觉精神力潜扫未有的凝聚 看来 五魂技错过了一天才是无稽魂石 你们真是一群怪物 这算什么 我听说二年级有个学员来自九宝琉璃宗 他的魂技增幅才叫厉害呢 不一样 七宝琉璃塔虽然增幅更强 却是实实的 你的棒棒糖 只在制作的时候会消耗魂力 之后就不再消耗 菜头 你的天赋不在斗魂大赛上 千军万马的战场 才是你展现能力的舞台 以你的能力 几乎可以保证一支千人部队的补给 理论上是这样 二十丘 你好厉害啊 好了 你们回去 都试试菜头的魂技 现在 我们来安排循环赛的战术 六十七支队伍进入循环赛 分为八组 我们这一组只有八支队伍 要进行七轮比赛 目前来看 林洛晨将在第四轮复出 马小桃和戴耀恒 将在第六轮复出 循环赛有三种战斗模式 但无论明天抽中哪一种 首要一点 都是尽可能不让羽昊和王冬出手 兵者 鬼道也 虚 则实之 实 则虚之 只要不出手 谁能肯定他们的六个十万年魂环 就是假的 则虚之 霍玉昊 我叫孝红尘 记住我的名字 这句话 等你竞技总决赛时再跟我说 鱼昊 刚才你拦我干什么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用精神探测确认过了 那个孝红尘 是一名五皇魂王 魂王 他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呀 应该也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预备队员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 五年后 我们和那个孝红尘 将作为正选队员参加下一届大赛 届时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对手 我们不会输给他 无论是五年后 还是现在 这个货以后 确实不简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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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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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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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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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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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